各位健康貓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問問吹博士》 今天我們會談談如何維持頭髮烏黑和濃密 還有一些剪髮的小秘訣給大家 吹博士 我想問一下 你們如何保持頭髮這麼烏黑濃密 是否和你平時整天梳頭有關係 你問得好 正正就是這個道理 我記得從小到大 我有一個習慣喜歡梳頭 小時候喜歡扮帥仔 總之沒有人見到我就梳了 躲起來我時時的身體 就代自一隻梳仔 喜歡的時候就梳 越梳覺得頭越舒服 頭髮越來越多 到了年紀大了 尤其是學了中醫之後 才發現原來古代很多養生家 包括蘇東波 幽主姬等等 這些出名的古人 他們都很主張梳頭養生 天天就建議梳一二百下 一尾將頭髮梳散 臨婚前尤其是蘇東波披散頭髮梳了 一覺就道天明 他們認為梳頭除了保持頭髮良麗 即是枯黑之外 還可以有養生的作用 但問題就是我經常都會梳頭 但越梳越脫 是不是把梳出了問題 你給我看看 沒錯 你的梳肯定是一些膠梳 我們建議膠梳 或者金屬梳 或者尼龍梳 都全部要丟掉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類的物質 在梳頭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靜電 靜電就會慢慢慢慢有拉力 就扯鬆你的頭髮 尤其是你女士的頭髮那麼長 已經本身有個重力 再加上這些愛力去扯它 就很容易掉 中醫頭為豬羊之會 我們的羊精集中在頭上 我們能夠用梳 即是幫手 一路梳向後 由前向後梳 就將氣血一路拉上去 除了頭髮生長得好 臉色亦都會漂亮 每次我的臉色 因為梳有多瘦 所以這麼紅粉飛飛 就要重上來 亦有養生的作用 用什麼梳好呢 當然木梳 或者我建議 我經常隨身帶著的 一隻狗骨梳仔 小寶貝 小寶貝由世代到大 還有一種梳 就叫扁石梳 這些扁石 古人用來做針灸的針 它有一些軟紅外線光波等 這些墨充的東西 就會刺激毛髮 用這些來做梳 就對頭髮會好 除了梳頭之外 洗頭是否都很重要 洗頭當然不重要 尤其是你用的洗頭水 很多現在的洗頭水 有不同的化學物質 裡面有些化學物質 很可能對頭髮的角蛋白造成損害 令頭髮容易變脆 變軟 容易脫落 所以我自己 會多數選用一些草本的 天然一點的洗頭水 主要原因 不會有太多的化學物質 損害頭髮 尤其是角蛋白 第二就是 有些草本的物質 特別是中藥 是 它甚至可以有助 頭髮毛囊的生長 色素的增加 對於頭髮是有好處的 原來是這樣 因為專門要選哪些 中藥成分的洗頭水 會比較有用呢? 有啊 我們認為有一些 對頭髮生長有用的中藥 特別是黑色的中藥 包括何手烏 生地熟地 鋁精子 補骨脂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 令到一些血流 是會通腸的 例如當歸 村宮 徒仁這些 甚至填漆 這些都很有用的 另外有一些中藥 會增加頭髮的色素 例如說 桑鹽 側碟 這些 我們都建議 如果那些洗頭水 或者洗頭路有 這一類物質 都會有幫助 好 我待會先記下它 陳博士 我想問一下中醫的角度 其實脫頭髮 或者生白頭髮 這些頭髮問題 跟我們人體 哪一個狀況有關 其實可以說 跟我們五狀都有關係 乾身皮肺腎 但最重要就是腎 因為中醫認為 腎者奇華在發 即是腎 它的功能好不好 它的表現 在頭髮角度 又認為腎主骨生水 水生血 發為血之餘 因為腎臟 是令到骨質生長得好 骨質裏面有骨髓 是做血的 骨生得好 做血便好 做到多些血 那有什麼用呢 發為血之餘 即是你血多了 才能灌溉到頭髮毛浪 令它生長得好 所以腎是最重要 第二 應該就是乾 因為中醫知道肝經到頭頂 如果你的肝好 你對頭頂的狀態當然是好 還有肝裡面 就是有些維他命A 儲存維他命A 維他命A對頭髮的角蛋白 是有好處的 令到它們生長得好 如果你缺乏維他命A 或者甚至維他命B 令到這些角蛋白生得不好 頭髮就脆了 軟了 容易脫落 但是太多維他命A 又反過來 又不行 在這個角度 我們認為肝也重要 還有呢 就到肺了 中醫認為肺合皮毛 即是我們皮膚毛髮 那個狀態 就由肺狀去處理 所以我們調好肺 呼吸暢順 對於頭髮生長也有好處 跟著到皮 中醫的皮 簡單來說就是負責消化 吸收和營養物質的運送 當然了 很容易理解 頭髮生長得好 血要倒 運送當然要好 所以要健康 最後的心也有用 大家都知道 心是一個血液循環器官 血流暢順 對於頭髮 血上去 都是有好處 明白 我自己和身邊有些朋友 都很年輕 都很小 讀書已經生白頭髮 其實現在白頭髮 或者脫頭髮 好像有年輕快 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有這個現象 首先有些內在因素 譬如遺傳 我們要排除 譬如荷爾蒙失調 或者有些人壓力很大 令到自己身體變化 特別是免疫系統 出現一些自身免疫系統病 有些抗體對抗自己的毛狼 造成一種叫斑禿 就是掉到一塊塊 這些都是一些內在因素 還有一個內在因素 就是情緒 壓力 如果有情緒壓力大 對於頭髮的生長 亦都有障礙 特別很可能 剛才提及過那個自身免疫系統 的問題會激發出來 但是 年輕化這個問題 跟很多外在因素有關 最主要其中一個 就是生活習慣 太晚睡 是嗎 現在多數 我們喜歡主張 就是指午覺 晚上一刻 就是指示 十一點開始 就應該休息 睡覺 但是現在有多少人 多少年輕人 我都不行 可以十一點 或者之前睡覺 起碼一、兩點 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原來在十一點左右睡覺 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的氣血流到膽經 這兩個小時為一個時辰 膽經再下去就是肝經 我們在現代醫學的認識 就是 你一睡覺 我們腦下垂體 就產生一樣東西 叫生長激素 生長激素 一去到血那裡 就會刺激其他器官 和腦部等等 做了修復 修復 修復日間的損傷 令到蛋白質增加 骨也增加 等等 很多正面好 對身體很有用的過程 但是生長激素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一、兩個小時之後 就很快消失 身體再吸收 那就沒有了 但是很重要 原來還有一個肌理就是 當它出來的時候 一路流到接觸到 一些器官特別的肝臟 那肝臟就產生了一樣東西 就叫做 第一型 胰島素 生長因子 很長的名字 我們簡單叫做 IGF1 這個IGF1 它可以做到 跟生長激素 同樣的工作 可以收復身體的損傷 減輕了疲勞 令到蛋白質 令到我們身體的 新陳代謝 可以合成 或者改善 同時 亦都發現一樣 IGF1 越高 生頭髮就越好 那頭髮就越好 那頭髮就越好 那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 如果你夜睡 都錯過了 生理過程 那你身體的IGF1 一定不會多 那頭髮當然少 所以 我們也都了解到 晚上是 生頭髮的黃金時間 如果你早點睡 睡得好 你的頭髮就會漂亮 最重要的是 現在年輕人的 當然是遲睡 另外呢 生活習慣還有很多 不要說吃煙飲酒 吃很多 就是增闊 那些垃圾食物 那對頭髮 通常都不會有好處 譬如說 又不夠維他命AB 等等 那些微量元素 抗物質的東西 吸收又不夠 那這個也是 在飲食方面 就是一個問題 那還有呢 就很多時候 接觸不同的化學物質 你剛才提過 洗頭水 還有很多染髮劑 很多噴髮膠 定年劑等等 這些在在都損害了 我們頭髮的生長 那越年輕就越多 可以用這些東西 對 另外呢 就是有些 物理性的刺激 例如說 時時打球 行山 沒有很好的防護 那些紫外光呢 也都會破壞 我們頭髮的角膽白 結合了這麼多的因素 脫髮和白髮的年輕化趨勢 是不可避免的 多些梳頭 比如扁石梳 美花針 再加上美髮酒 有很多癌症病 當它們一化療的時候 全頭髮的頭髮 是很慘 用了幾個月頭髮出來之後 是個個都比起它以前的頭髮 等待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健康資訊的分享 就可以訂閱我們健康媽的頻道 按這個小鐘 下次再見